兄弟们 最近金水又发现了一个 可以无线白嫖的内网穿透神迹 它跟NGROCK一样功能性大 比花生盒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支持几乎所有的平台 操作起来像DDS2一样 可以轻松的上手 而且它还可以自定专属域名 今天就给大家隆重的介绍 内网穿透里的内卷之王 C-Polar内网穿透服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内网穿透的金水 最近金水由于在折腾自己的公众号跟独立站 一直在找一些相对比较可靠 且支持开发的内网穿透服务 虽然NGROCK支持HTTP WebSocket 但是它在国内并不好用 而且NGROCK只有在商用版本支持多地区 并不能单客户端隧道支持多地区的选择 于是乎金水几乎把市面上 所有的内网穿透又重新翻了个遍 终于在几个业内大佬的指点下 才找到C-Polar这个宝藏的服务 C-Polar几乎做到了跟业界的标杆NGROCK 全部类似的功能 甚至还要更强一些 相信大家用过的都知道 NGROCK在国内是没有服务器的 而C-Polar却在国内部署了大量的国内服务器 并提供了二级域名 甚至可以自己直接备案使用 拿到之后可以直接用来调试微信公众号 小程序 支付宝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一个客户端就可以创建多个隧道 每个隧道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地区 这一点对我这种有多地区使用要求的客户 甭提多方便了 好 我们来到C-Polar的官网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页面跟形式 跟NGROCK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页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清爽的 我们直接点击免费试用 在这如果没有注册的用户 首先要注册一下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陆来到它的控制台 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这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好像不用实名认证 现在不用实名认证确实已经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在这要选择套餐 C-Polar一共提供了7个套餐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选择 价格在这我就不做评价了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对比一下 我们在这就先选择免费的套餐 之后我们来到控制台 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的设备与安装引导 其实这个跟NGROKE也非常相似 在下面可以看到C-Polar到底可以帮你做什么 在这我们就不赘述了 左边的导航栏可以看到在线的隧道 可以预设自己的自定义的域名跟二级域名 验证菜单就是我们的隧道专属的token 如果后续大家有更多的需求 可以在套餐里面升级自己想要的套餐 接下来我们就软路由跟群晖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使用C-Polar实现内网穿透 好 首先我们开始OpenWrt 我们来到C-Polar的顶部菜单 我们点击下载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预设了一些常用的系统的安装文件 跟使用教程 我们往下拉找到OpenWrt 点击教程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OpenWrt下有各种的穿透教程 SFTP Web服务以及SSH远程登录 我们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详细的图文教程 但凡是有一点基础的小伙伴看到这个教程是完全可以自己操作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软路由 你可以使用SSH工具 也可以使用固件自带的终端来打开SS命令 首先我们要从Github上下载C-Polar的公钥 我们输入这串命令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需要用这串命令来添加我们的公钥 之后我们需要添加C-Polar的仓库源 添加完成之后依旧需要更新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安装C-Polar了 这里面我们需要安装C-Polar的主程序 Lucy和它的中文包 我们逐一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OpenWrt的导航玩的服务里面找到C-Polar 我们回到C-Polar的控制台 在验证菜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隧道的Token 我们先来复制它 然后我们把它粘贴到我们OpenWrt的控制台 勾选启动之后我们点击保存且应用 保存完成之后我们点击Web UI 就可以进入C-Polar的管理子页面了 在这我们输入之前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找到隧道管理 创建一个新的隧道 隧道名这里大家可以自定义 由于是免费的用户不少 建议大家不要重复尽可能的名字长一点 好 协议这里面我们选择HTTP 本地地址这里是指的端口的意思 我们在这选择443 域名类型这里免费版本你只能选择这几个 地区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中国 或者是VIP中国 完成之后我们点击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找到隧道的列表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有HTTP跟 HTTP-S这两种公网访问的方式 我们复制任何一条链接 复制到浏览器上打开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在非本地局域网的情况下 访问Openwrt的后台了 大家看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群晖NAS上实现内网传统 同样我们还是来到Cpolar的官网 找到下载 然后我们找到群晖 点击下载 这里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系统版本选择你的插件 我在这里选择的是6.2的版本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来到群晖的后台 找到套件中心 好 我们点击手动安装 这时候点击流浪 我们选择刚才下载好的插件 然后点击下一步 在这儿可能会出现第三方的插件警告 那我们不管 直接点击同意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已安装的程序里面 找到我们的Cpolar的插件 登陆之前 首先我们要开启群晖的SSH工具 我们来到套件中心 找到控制面板 找到中端 开启SSH功能 这个端口默认是22 我们点击应用 当然如果你已经开过了 可以省略这个过程 我们在套件中心找到Cpolar的插件 进去之后在右下角 找到这个地址 打开之后 我们需要填入你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之后就可以登陆Cpolar的控制台了 我们同样点击创建隧道 隧道名证我们可以私定义 协议默认http 本地的地址 我们输入群晖的端口5000 域名这里如果你是免费用户 你只能随机了 保存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新的链接 在非局域网的环境下访问你的NAS了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觉得 这个链接又长又不容易记 那么你在这里是可以选择二级子域名 或者是自定义你的域名的 当然这些功能需要付费才能解锁 为了演示 我就买了台下的一个套餐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付费用户有多么的好用 然后我们回到群晖的cpollard控制台 找到隧道列表 找到我们添加的NAS隧道 点击编辑 如果你是付费或者VIP用户 域名后面的这两个选项就不再是灰的 你是可以选择的了 我在这选择二级子域名 下面填入你专属的域名前缀 我在这就写金水神技能 下面的地区我们选择VIP中国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套餐里面对应的地区 之后点击更新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在线隧道列表里面 看到我们创建的二级域名的专属链接了 大家看到这个链接 其实就相对会简单很多 而且也方便记忆 而且它的带宽也会更高一些 好总结 像你看到这儿的小火包 都应该已经了解了cpollard应该如何的使用了 当然我在这演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功能 cpollard不仅几乎支持所有的平台 而且也支持几乎所有我需要的服务 不但非常好的继承了NGROKE所有的功能 而且也补足了NGROKE在国内没有服务器的短板 这个价格方面比国内某知名品牌要便宜了不少 总体的使用感受真是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着急的话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家的免费服务 相信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麻烦大家给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订阅的许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异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